来咯来咯,小鱼又来带大家吃瓜了 没错,就是我们狂科的昔日CP无垒 赵路斯在去最近的宝格力活动中终于合体了 我们的CP终于时隔三年复活了 顿时网上炸开了锅 网友们纷纷表示 我的CP还在热恋,早在去年圣诞节时 他俩就因为圣诞节这天有同款圣诞树 疑似正在热恋中,就连一旁的窗帘都差不多 于是有了二人同居的猜测 但其实吧,这款圣诞树是很多艺人都在使用的 而且从大小,台列方式等各个细节上来看 两人的圣诞树根本不是同一个 所以吴磊,赵路斯这也只是一个巧合罢了 后来粉丝们还是竟抓着不放 赵路斯吴磊一同现身 头戴情侣帽有说有笑 就在小鱼一过小情侣要去干嘛时 又传出了一组一同现身古城的背影图 本以为是不是剧情需要 在现场取景 但旁边并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跟随 两人行为举止也格外亲密 看来一定就是小情侣在约会了 这场景真的是小鱼能看的吗 太炸裂了 小情侣是不是出门忘关宣了 其实从心汉灿烂播出后 小鱼就开始和他俩了 谁看了心汉灿烂不说一句 战功赫赫 但冷面将军娇俏柔弱的城市敌女 这对CP真的太好客了 在剧中除了超强CP感之外 吴磊的演技更是性张力十足 于是鸡破碎感脆弱感 男友力之后 内浴热搜又卷出了新词汇 速感男友 从看他长大到磕他CP 仿佛只是转眼的时间 曾经的三世弟弟 又是从什么时候 悄然成为芳心纵口饭的呢 事实上 在之前的古偶剧长歌行中 吴磊就已经凭借霸气 有不过分玛丽苏的阿诗乐笋一脚 斩获了不少网友芳心 长歌行李 阿诗勒笋 先一怒马少年狼 勇猛善战 就像草原上的野狼 狠力决绝而又意气分发 无论是对母亲的孝顺 对英式兄弟们的意气 对中原百姓的人爱等 这些丰富的情感 都被吴磊演绎得十分分满 而在《星汉灿暗》中 得益于他有能有脚的 硬朗面容与身材气质 与剧中《少年将军》的设定 极为契合 吴磊所饰演的林布宜身份 是一位冷面将军 武艺高强 地位尊贵 而这样的霸总设定背后 却还有被灭门的惨暗线 或脱脱的没惨强 在剧中吴磊的演技 将林布宜的硬币 供于全数刻画的淋漓尽致 在杀小人 抱血仇的时候 他步步紧逼 剧剧气血 他活得孤独且坚毅 看起来高傲冷漠 但在与陈少商的相处中 他开始变得柔然温和 渐渐卸下心房 在和陈少商的互动中 你躲 我抱 男友力MAX 剧中吴磊所展示的 令人哇塞的健身成果 更是让让无数 科学家直呼 吴磊真的长成了 闷想男人的样子 在花剧中 吴磊时不时就来一下 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懒腰豹 甚至在背着赵露丝的时候 放开双手 仍然能牢牢地稳住身形 试问这样一个 性张力拉满的角色 谁能不心动呢 在一众公主抱 细找替身的男演员中 实在是一股清流 于是乎 在如今吴磊的社交评论区下 随处可见 一众网友们眼貌绿光地蹲守着 口径从麻粉 结粉纷纷变成了女友粉 其实在此之前 作为优秀的童星代表 吴磊也贡献了不少 经典的主角少年形象 从分神榜之凤鸣奇山 对小哪吒 到淘气帮马小跳的 小少年马小跳 再到狼牙榜的执拗小飞流 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但这也使童星标签 也成为了他最不可被磨灭的记忆点 然而在小飞流之后 吴磊似乎就再也没有 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了 甚至一度被全网潮为 烂片小王子和梁家辉 刘嘉玲主演的阿秀罗 上映三天撤档 网友的观后感是 我看完阿秀罗回来了 有幸 我还活着 有人说他狂死在三蛋弟弟标签里 无法转型 并直言他的感情戏 一度让人看起来 有种满满的违和感 甚至在剧本改编和 浮化到双铺的 豆魄苍穹播出之后 吴磊还被剧者直接询问道 感觉你还是和飞流一样的小孩啊 怎么突然演起感情戏了 吴磊也只是淡然微笑着 回答了五个字 你会习惯的 这样的瓶颈气 让吴磊更爱戏羽毛 也让他开始审视自我 思考未来要迈出怎样的小步 在淡出演艺圈的日子里 他坚持健身进行形象管理 为进入剧组 进行一个月的马术训练 在剧集播出后 这一幕 仙衣怒马少年狼 的画面 确实也惊艳了一众路人 没有脂粉器 是吴磊身上一种难得可贵的特质 在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少年感与成熟两种气质 恰到好处的融合 毫不突兀 而敬业的演艺态度 在如今的被抠图 特效所填满的影视界 中更是显得弥足珍贵 回到公众视野后 大家恍然发现 记忆中 那个脸颊肉嘟嘟 对小男孩 早已蜕变成了一颦一笑 都很有故事感的少年 但比起荧幕上的闪耀 很多人却也更喜欢私下的吴磊 在娱乐圈 提起情商高的青年演员 大家脑海中 第一时间浮现的必然是吴磊 在被问及心汉灿案中的 公主抱镜头 是否是健身成果的体现 时他回答 我只是具备成年男人正常的力量 他很轻 抱起来很轻松 在一起为新剧炫分少女 做宣传时 主持人提起谭松韵 和他年纪相差九岁 但是 吴磊则是温和的笑着解为 对 相差九岁 我十五岁 他六岁 在和比达自己七岁的 迪丽热巴拍摄情侣戏时 为了化解热巴的年龄焦虑 吴磊对他说道 没事啊 你嫌小 我嫌老 有趣的回应 总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舒适与自然 这样从骨子里散发出温柔气息的吴磊 让人怎么能不喜爱呢 当脱离了演员这一角色时 又会发现 他在温柔之下 其实还留存着一股子少年气 在他的微博中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 而不是一个 不是人间烟火的明星 吴磊在片场的草丛中 捡到的一只被人遗弃的小土狗 占据了他无数社交平台照片中的C位 在上班拍戏的间隙 他用Log分享了自己一段长达90公里的奇遇 骑行路上遇到公路上闲逛的大鹅 他会快乐的学一声鹅叫后 又为鹅担忧 好危险啊 会在拍到正在准备降落的飞机时 感到兴奋不已 这次之后 大家都叫他真尽将再套男主 而与俊朗外表形成反差的 还是吴磊私下搞笑男的属性 拥有明晃晃八块腹肌的草原猛男吴磊 有时候还精通一些奇奇怪怪的流星网络梗 心汉灿烂拍摄时 吴磊手握激光笔 亲自下场抓带拍 画面一度中二又滑稽 带拍人员更是直呼 惹不起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 保持真实 实在是个不易坚持的姿态 但在吴磊身上看到的 是始终如一的真实感 他毫无包袱 肃无忌惮 得享受事业与生活 又恰到好处的温柔对待周边的事物 面对非议 他不急不脑 后继勃发 行稳致远 不去过分 为了留下什么 也永远在前行的路上 勇敢而无畏 坚定而温柔 认真扮演着角色 也有着纯粹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演员吴磊 请继续走花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